我發現我可能正在淨化成一根壁壘針 因為我已經記不清這個冬天我被靜電電了多少回 尤其是便利店飲料冰櫃上的把守 我真的快被電出PTSD了 Honey 你們這些冰櫃是不是都在楊永信的學校去禁修國啊 有任何地方就有Drama Drama的地方就有可謂的家伙 我是Kuma So, Sneaker 如果你不常看歐美遊戲主播的話 你可能不認識他 其實我一開始也不知道他是誰 直到有觀眾在我Entertain那支影片下方留言 說Sneaker也被YouTube封禁了 我才發現了這好神奇的任務 因為如今YouTube的第一網紅MrBeast 居然是Sneaker曾經的頭號粉絲 MrBeast甚至還預言過Sneaker一定會大紅大字 然而在2022年的10月 Sneaker的頻道卻因為一場直播 被YouTube官方永久封禁 所以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Sneaker原名Nikokan的Balain Faisley 1998年的9月8號 出生在紐約布魯克林的一個中產家庭 和我們之前講過的許多網紅不同 Sneaker的童年是相當的幸福 在YouTuberEradai的採訪裡 Sneaker談到了自己的童年 他很自豪父母一直在一起 沒有分開 這在他的同齡人中實在是太少見了 父母也一直提供給他和兩個弟弟妹妹最好的教育環境 從小到大呢 他上的都是私立學校 不過Sneaker也坦承 自以亞非混血的身份 也為他提供了不少的便利 周圍的白人同學可能每年要交五萬美元 才能在私立學校讀書 但是他卻可以通過學校提供給少數族裔的獎學金 免費入學 不過這個混血兒的身份 也讓他在少年時與同齡人哥哥不入 因為來自菲律賓的母親 總是希望Sneaker能夠與一些家境英式的白人同學 關在一起 但是努力了一陣之後 Sneaker放棄了 他說其實大家都不是傻子 看得出你是在拍馬屁 那種只會鱷魚奉承的討好新人格 在同學中真的不受歡迎 大家更尊重的還是有自己個性的人 也便是從那時起 Sneaker決定做自己 在財房裡 Sneaker也是相當的坦承 他說自己小時候可能成績還不錯 但是從八年級開始 他幾乎每一場考試 每次作業都是通過作弊完成的 連最重要的SAT考試都不例外 他甚至還很自豪 自己刷點小聰明就可以獲得 和那些按部就班的學生一樣的好成績 所以為什麼要努力讀書呢? 這樣鋒豔的態度也讓Sneaker在2019年 就從大學載學 他選擇了另外一條路 YouTube 其實Sneaker的YouTuber生涯 從2013年就開始了 當時還是個學生的他 特別喜歡玩Call of Duty 於是他便將自己玩遊戲的畫面 加上對一些時事、社會新聞的評論 製作成了影片 他獨特的剪輯風格和幽默的反應 很快就讓Sneaker收獲了第一批粉絲 其中就包括當時還只是個無名小卒的Mr.Beast 當時的Mr.Beast 真的可以說是Sneaker的頭號粉絲 每次影片一發布 Mr.Beast都會第一個留言 在2014年的6月1號 Mr.Beast還製作了一期影片 五個我認為一定會大紅大字的網紅 Mr.Beast把Sneaker排在了第二位 他說Sneaker的影片有一種 讓你一打開就聽不下來的魔力 兩人甚至還多次在私底下見面 不過 這段友誼並沒有延續太久 在2018年的夏天 此時的Mr.Beast 一定是粉絲千萬的大網紅了 於是他給當時還只有3萬訂閱的Sneaker 遞出了橄欖枝 邀請他加入自己的團隊 兼職拍片和剪輯的工作 然而僅僅出鏡了一支影片 Sneaker就被開除了 兩人此後也再無交集 根據Reddit上網友們整理出的Sneaker直播片段 事情的經過大概是這樣的 當時的Sneaker正在大學繁忙的課業裡面掙扎 他說當時的自己每天都要靠酒精度日 經營了5年的YouTube頻道 也在那段時間停更 但曾經是自己頭號粉絲的Mr.Beast 卻在2018年爆紅 所以在收到了Mr.Beast的邀請之後 他的心裡其實有點五味雜塵 在給Mr.Beast工作的那段時間裡 Sneaker覺得自己並不開心 因為他們每天都很忙 從早上9點忙到了下午5點 為了拍攝一期影片 他們花了整整三天 用樂高基姆搭建起了一台車 這樣高強度的工作讓Sneaker身心俱疲 他和Mr.Beast聊天時還坦言 自己之所以不在經營頻道 其實就是因為懶 自己還有ADHD 所以剪片的時候也非常容易分形 沒想到Mr.Beast居然說 那就花點錢把這些融雜的工作交給別人唄 只做你自己感興趣的部分 這樣就很容易堅持下來啦 但當時的Sneaker卻覺得 Mr.Beast的這番話 是有點看不起自己的涵意 於是他便拍攝了一支曝光影片 說什麼 Mr.Beast人很假 在鏡頭面前連一句髒話都不敢講 給他工作很累啊 因為Mr.Beast 只把YouTube當作一個實驗 屈服於平台的演算法 沒有人請問 失去了拍影片的初心之類的blah blah blah 儘管在影片發布的十幾分鐘之後 Sneaker覺得不是很妥當 就把影片給刪掉了 沒想到Mr.Beast還是看到了這支影片 接著Sneaker就收到了訊息 他明天不用來上班了 成名之後的Sneaker 還是有在2019年發布影片 討論自己和Mr.Beast曾經的交集 但這時的他就明顯成熟得多 不僅承認了自己當時的錯誤和幼稚 承認了自己對Mr.Beast的成功 有一些忌妒 還感謝Mr.Beast的提點 幫他的頻道走出了困境 在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是 Sneaker的路卻越走越歪 在離開了Mr.Beast的團隊之後 Sneaker開啟了一檔新節目 One Minute Podcast 一分鐘播客 他在紐約的地鐵站上 架起了一個簡單的卡座 詢問來往的路人 他們對於某些正義性議題的看法 比如在2020年佛洛伊德的悲劇 引發了全美BLM的抗議 有些抗議人士打出了借故警察 廢除警務體系的口號時 Sneaker詢問路人 他們是否支持廢除警察制度 以及Do all lives matter 是否所有人的命都重要 在2020年的美國大選期間 兩黨的候選人為了有機選票 是否存在造假 朝得不可開交時 Sneaker又問路人 他們是否相信政府 這些正義性的選題 也讓Sneaker的頻道 在2022年的年初突破了百萬訂閱 當然如果只是單純討論這些社會議題 Sneaker也不會淪落到 如今被YouTube封信的地步 他衝其量只能算是個廉價版的Joe Rogan 而真正讓他徹底黑化的 就是我們之前有提到過的人 XXX的Android Tate 如果你不清楚他是誰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這支影片 簡而言之 Android Tate就是一個對女性 非常非常不尊重 他在去年年底 因為涉嫌人 走私而被羅馬尼亞警方逮捕的 任性 XXX 從2022年的年初開始 Sneaker就在自己的副頻道 直播時 觀看Android Tate的奇葩言論 剛開始的時候他還想要假裝客觀 對Andrew Tate的許多言論保持質疑的態度 但是在看到Andrew Tate的熱度越來越高 在TikTok上的話題流量甚至突破了百億之後 Sneagle就完全變成了Andrew Tate的邪教徒 把TopG的每一句話都奉為鬼念 他甚至還在直播時說 此外他還把矛頭對準了與他立場相作 批評Andrew Tate的commentators 用各種糟糕的詞彙去辱罵他們 比如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YouTuber Danny Gonzalez Sneagle製作了一期影片嘲諷Danny 說他太不男人了,是個beta male 因為Danny有一期影片的主題是女朋友給他化妝 Sneagle說 如果你一直在網上衝浪 聽自由派給你洗腦 你就會變成Danny叫沒有男子氣概還化妝的beta男 然而就在不久前的直播裡 Sneagle卻和觀眾承認他妹妹也給他化過妝 盛起來穿過他妹妹的高跟鞋和樹腰 在觀眾們開始嘲諷他覺得他沒有所謂的男子氣概時 Sneagle卻又開始為自己辯解 我妹妹沒有做過 Chatt,你已經做過過過了嗎? 對嗎? 你已經做過過了女生 我自己這麼gay的人我都沒有穿過高跟鞋 Sneagle你就是在… 在和另外一位YouTuber連線並論時 Sneagle嘲諷他 你的房間裡怎麼還有毛絨玩具啊? What a better male 然而他自己的房間裡就有隻太理種 而最令人作偶的是他對YouTuberChatt的評價 在2022年9月的一場直播裡 Sneagle先是說Chatt這些女圈主義者應該是很久都沒有經歷過親密行為 然後他就面對著鏡頭做出非常非常不合適的動作 以及許多上不了檯面的聲音 假裝自己好像是在和Chatt Chat發生那種事情 原片我真的不能防 也正是這場直播發布後 YouTube上的許多commentator實在是看不下去了 都呼籲自己的觀眾們去舉報Sneagle的頻道 最終在2022年的10月 Sneagle兩個加起來近300萬訂閱的頻道 都被YouTube的官方永久封清 接下來要講的都僅代表我個人觀點 不同意的話也希望能夠彼此尊重 首先我個人絕對支持言論自由 但言論自由不代表你可以肆意辱罵羞辱他人 YouTube上有一檔我很喜歡的節目叫做Middleground 每期節目他們都會邀請數位立場不同的素人 來探討一些爭議性的議題 在面對與自己立場不同的人時 大多數參與者都會保持禮貌 雖然在並論最激烈的時候 有些人的情緒可能會比較激動 但我從來沒有聽到過任何對異見者的人身攻擊 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 觀點不同立場不同是再常見不過的事情了 許多爭議性議題也確實需要討論的空間 但如果你想要反駁他人的觀點 你應該用的是事實和邏輯 而不是侮辱和舊媽 因為這樣做只會讓你自己看起來想個小丑 Sniko的親人們也對他的轉變非常的唏噓 無論是他的弟弟妹妹還是他的父母 都對他的厭女言論表示了反感 從一個曾經被Mr.Beats看好的潛力行星 到如今被YouTube官方封禁 我真的只能說 蠻活改的 OK 這就是今天的故事 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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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